有遇過曾經有早洩、不舉問題的男朋友嗎? 真的有嗎? 有 即是你覺得我就是早洩? 是 你是真的嗎? 認真的 沒有的 你有沒有的? 看來 喂 搞什麼? 沒有 接了單工作 那有什麼好受? 單工作是講了什麼 洋葦和早洩的 那就好 開正你的飯了 我都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啊 我上次聽誰說你是 誰說啊? 我 不是也好 誰說呢? 喂 不是啊 那你從什麼呢? 可以想想我們可以賣到這個廣告之餘 觀眾又不會聯想到我真的有這些東西 行不行 這樣啊 如果最好就可以 觀眾覺得是因為我很厲害 才買這個廣告 才買這個廣告 就更好 那可能買不出 哈哈哈哈 我上網聽人說 三個男人裡面就有一個是 那我不是 你是不是? 我都不是啊 你不是我不是 那不就… 那麼大把人是啦 做街訪 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就當作幫客人 街訪還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我採訪一下他們有沒有這個問題 一定有啊 因為我不是你不是 那一定是的 然後還說幫他們去問一下 沒錯啦 就像幫人一樣 華妥那樣 那些人就不會知道我是 那些人就不會想到我是 不是啊 又順便醫你的病 我都不是 你不是嗎? 我真的不是啊 那怎麼為之早洩呢 多久啊?你說吧 那有人兩秒 那如果我是10秒 我都是他五倍啊 10秒啦 平均也是10秒而已 平均也是10秒而已 10秒而已 糟糕了 那我都早洩了 我想問你平時一個星期 就是這個打J的頻率是多少? 三、四次 三、四次 三、四次左右 三、四次 打J就是什麼? 打J就是打飛之 曾經有 曾經有? 即是戒了 戒了 即是你的全盛時期 你的頻率一個星期有多少次? 兩、三次 一個星期兩、三次 兩、三個星期一次 兩、三個星期一次? 對 兩個星期一次 兩個星期一次? 兩星期一次? 鎖就這麼大隻嗎? 可能是 不怪我 可能就是流失了蛋白質 即是你戒了J 我相信你應該跟另一半有親密的行為 嗯 我想問你覺得一般多久才是正常呢? 那個時間、長度 半個小時至九個字 差不多 半個小時就九個字 半個小時加減 即是所有東西加起來 那我去洗澡洗25分鐘行不行? 不算洗澡 不算洗澡 15分鐘 15分鐘 你應該是正常的 三個字 三個字 15分鐘是正常的? 對 三個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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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覺得你是屬於高的話低的話 還是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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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正常 正常差不多 那你覺得我是屬於差不多 你覺得我是屬於差不多 還是高的話 還是低的話? 你當然是高的話 高的話 當然 認真的嗎? 認真的嗎? 認真的 應該是正常的 你覺得我是正常的? 差不多 我們 認識一些東西 他知道的 他知道男人哪些樣子是半個小時的 你覺得我是屬於高的話 低的話還是差不多? 高的話 對 外國回來是不同的? 高的話 高的話 你覺得我是屬於你? 對 為什麼? 最近你有做運動 你這樣的身形 然後說我有做運動 比你強 做得多運動會累 所以我這些是最好的? 留一點力 哦 高的話 低的話 還是差不多? 低的話 絕對低的話 好 是 你看清楚? 是 肯定 你從哪裏有這樣的結論? 呃 由下而上都覺得是 由下而上都覺得是 那你覺得我是多久? 一、兩分鐘 一、兩分鐘? 我不評論 這些東西很主規 有沒有遇過 曾經有這個 早洩、不舉問題的男朋友? 有 真的有嗎? 有 不是這個嗎? 不是 你的另一半有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跟他分手還是怎樣? 我會覺得 是不是我問題? 我一開始 他是早洩還是不舉? 不舉 如果早洩是你的問題 也是好事 是嗎? 那你最後怎樣解決? 分手 真的分手的? 是 但你怎樣跟他說? 我覺得我們不交 都會捉不到 哦 明白 有 有的? 不是現在那個嗎? 不是 那也好一點 你遇到這個 你會怎樣處理? 我有認真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問他是不是可能累 他屬於哪裏? 他是早洩還是不舉? 早洩 早洩 OK 然後你跟他談 是 那他怎樣? 他又說因為上班累 然後我就說 那有沒有什麼改善 就是怎樣改善 他說 我想做多些運動 那最後可以嗎? 嗯 那你最後有沒有因為這件事分開? 沒有因為這件事分開 就是有不滿 我怎樣都 哦 但你都沒有跟他分開? 沒有 就可能當節省時間 哈哈 還有 是嗎? 有聽過 有聽過的朋友? 朋友 是朋友 之前讀書 有朋友 就跟男朋友做 類似遇到問題 中間就馬上走了 走了嗎? 是啊 立即納袋走了 完事之後就走了 應該說 然後就沒有再聯絡 沒有再聯絡 就是拜拜也不說 OMG 經驗你覺得 通常哪些男生會是 早洩不舉 或者哪些屬於勁少的人呢? 通常練到很健碩的 通常都不是很持久 哦 做得多運動會累 你的經驗就是這樣? 朋友經驗 朋友經驗 你認為多少分鐘才算是早洩呢? 半分鐘 半分鐘早洩 一分鐘也不算嗎? 不知道 你這個人都很大愛 是很大方的 31秒算不算嗎? 對 4-3-5秒 4-3-5秒 那我55秒算不算嗎? 不算 就不是早洩了 是的 OK 你的範圍都很大 跟你差不多1-2分鐘 即是你覺得我就是早洩? 是 你是真的嗎? 認真的 沒有的 你有沒有的? 沒有 我都不是 1分鐘內 1分鐘內就你覺得早洩 分半分鐘你都覺得OK 我沒有很大的概念 對於時間上 小時候看過好像2-3分鐘 2-3分鐘 或者再早一點好像有一點 好像5分鐘都還不是 都算是正常的 5分鐘也正常嗎? 我不知道 我們很厲害 用半個小時的 不是這樣包了所有東西 包什麼? 抱抱抱抱抱抱那些 有些人捨很久 是的 我吃25分鐘 那麼難怪你半個小時 哈哈哈 即是時間 3分鐘前 低於3分鐘就是早洩 3-4分鐘 3-4分鐘就是早洩 是 一首歌都沒有 很巨機的 勁歌金曲 還是 可能3-4分鐘 就為早洩? 是的 即是超過3-4分鐘 你應該可以的 是的 10分鐘內 10分鐘內 即是你的標準是10分鐘以下都不行 除非前戲已經很多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一埋牙就10分鐘就不行了 前戲包括些什麼? 我播歌算不算 10分鐘內 哈哈哈哈 嘩 嘩 即是萬一你有這個不舌 不是不是不舌 哈哈哈哈 早洩或是不舉的問題 你會選看中醫還是食偉過? 因為不舌是好事 對女生來說 不舌是好事? 是的 因為他不在乎 那早洩呢? 如果真的不行 兩個人都要看 即是中西合在一起 當然搞到德為止 OK非常好 看醫生 看醫生是? 是病向前中醫 病向前中醫 是嗎? 是呀 不懂中文 外國回來 那你會看中醫還是小醫? 看中醫 看中醫的? 看中醫 看中醫 中醫 中醫 看中醫 看中醫 我覺得韋哥當下有用 治標不治本 沒錯 好啦 那我就帶大家 都收集到很多問題 看到大家就 正常很多人都會選看中醫 而不是吃一些藥 治標 他們又想治本多一些 我就決定帶這麼多位 去這個竹子中醫 找一個熊貓醫師 幫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有早舌不舉 應該怎麼辦? 還有我見有人懷疑 就覺得我是早舌的 我就順便去檢查一下身體 證明給大家看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現在出發 糟糕了 熊貓醫師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有早舌不舉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幫他們問一下 為什麼一般的男子 有這些問題出現? 我就沒有 但是我想幫一下他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但是我沒有 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認為 可能是由於腎虛導致 但是在我們中醫的角度認為 其實是不單單 腎虛是導致以上問題的唯一原因 乾氣鬱結 夏礁濕熱 陰虛火旺 以及氣濟血雨 以上種種的成因 都是會導致 性功能出現問題 下礁是哪裡? 下面的礁礁? 我們中醫所說的三招 下礁就是你那個部位 他就要下礁 如果倒臨他會變成上礁 你這樣說的 其實我不太明白 跟人無關的事 但我也想幫香港朋友問一下 一般香港的男子 他們會比較多 因為什麼原因會有陽位 早舌這些情況? 其實大部分 和房事或者手淫太頻繁 壓力太大 休息的時間又很不夠 很多時在放學、放工之後 除了做功課 還要再去熟劇 做健身、運動 長期勞累 行東西又可能看得多 手淫會比較多 這樣的話 都會導致我們的腎氣受損 繼而引致 陽位早舌這些問題的出現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剛才說到 可能他們有很多事要做 又要做健身 又要打遊戲 又要熟劇 又要打J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個人很專一 不做健身 又不熟劇 他只是打遊戲和打J 會不會好一點點? 都要看他的身體狀態是甚麼 是欠缺甚麼 但如果他本身的腎氣已經很不夠 還打那麼多J的話 其實一樣會有問題 其實打J 如何是多還是少? 我們中醫認為 越少越好的 最好最理想就是零 盡量不打 我們建議是盡量不打的 你打不打? 我都會有的 但是很少 哈哈哈哈 你都打我 我都想跟回你的節奏 因為我覺得你也是這方面的拳位 我想問你打多久 我想跟回你的會不會就會 沒有的 沒有定的 有時候覺得突然之間興起 有些感覺想要 那就打吧 這件事我也知道 如少越豪 但是有些朋友 他們會無緣無故上 可能他開會 或者坐車 或者看報紙都會上 其實是甚麼原因呢? 沒有甚麼性刺激 要起你的性慾 你又突然之間 會有一個性需要想去打飛機 其實在我們中醫的角度認為 這個是由於神虛 導致的一個上火妄動 就會令到你 心中突然之間有團肉火 想去發洩出來 但我又不太明白 意思是你說到這裡 我見一些人 每天做健身 這樣就大隻 有些人每天上班 這樣就賺到錢 為甚麼我每天打J 反而會是早洩陽位呢? 很多時 我們的認知 有點錯誤 打J 事實上 它是訓練不到我們的J 你真的要訓練的話 我會建議你 做下一些盤底肌的運動 因為在中醫的角度 打J 借精那一刻 其實是很傷我們的精氣神 每次傷了 你的身體自然就會越來越弱 吸血就會越來越差 導致性功能下降 慢慢就會出現陽位阻礙的問題 如果跟另一半是否不同? 我有聽過 其實打J是不好 但如果跟另一半進行這個行為 反而是沒有那麼傷 還是其實一樣 沒錯 是沒有那麼傷 又是中醫說的 認為這件事 一男一女 一陰一陽 這樣大家有個肢體接觸 有個能量上的交換 這樣就是一個陰陽調和的過程 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傷 並不是說很有益 我想問這些陽位早洩 經常說 預防性於治療 有沒有一些 即將要提到 讓我不用 讓我的朋友不用 即是去到陽位早洩 先太遲了 其實都很簡單 首先留意自己的神伯 是不是差不多天天都有 有的時候 都是比較堅挺的 如果你的神伯的狀態越好 其實是代表了幾樣東西 你的性功能是OK 精神狀態也是放鬆 表示你的休息充足 都可以平時觀察一下 你的小便 是不是暢順 會不會滴滴仔 開叉 開叉也不行 不是不行 如果你經常性出現的話 其實是某程度上 代表你的陰莖 那個勃起功能 有些問題 我這麼大聲問了 我幫我剪了開叉也不行 其實 我就沒有 開叉也不行 意思是 我還看到 上網看到市面上 有一些 增大高 增長高 其實是有沒有用的 他們很多時的作用 就是塗在我們的陰莖上 增加血流量 即時有一個增大 增粗的效果 但是 成分是不明的 有可能會導致 女士在陰道上 有些不適 甚至敏感的情況出現 還有想問多一點 其實香港 澳門這些 平均時間是多長呢 即是多少分鐘以下 就是早洩 根據一些機構 作出一個標準 一般來說 進入之後 去到射精的時間 大概維持在一至三分鐘 是屬於一個早洩的情況 但是我又認為 不應該是單單用時間 決定你究竟是不是早洩的 對呀 我們有感情的 還不可以用時間衡量 我們之間的愛 感情和心患 可否加多兩分鐘 OK 其實有時候 如果雙方防止的過程中 大家都滿足 三分鐘是否一定不夠呢 其實也未必的 所以其實就算 如果我一分鐘 當我另一半是趕著上班 其實我都不轉早洩的 還有就是這樣 剛剛我在外面 就跟一些人訪問一下 中間就有些人 他們就 有眼不識泰山 他就懷疑我 有這個早洩的問題 我都想你跟我主持公道 你有沒有方法可以 出張醫生紙 跟我說 我是沒有早洩的 我可以貼在衣服上 還是怎樣 好 沒問題 我幫你看一下 我要看 不能就這樣寫 那你沒有 我就幫你出張紙 如果有 有 那你就調理一下身體 哦 我們的標準是五分鐘 是 沒錯 還有我們感情很深厚 就是我們氣氛的都很足夠 三至五分鐘就夠了 其實我們很享受 那你一般大概有幾分鐘 我沒有試過這些 我處男來的 會不會用手解決 用得很多的 怎為之多 因為我個人比較有空 一個星期多少次 還有我不做健身 你又說我不做健身的意思 一個星期多少次 一個星期 你自己唱我不太能力 看墨呢 震墨是幾樣 幾樣 是的 但你除了這部劇本來的 其實Easy是有個劇本 這些都是我們設計出來的對白 希望大家知道 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那麼多 但我已經沒有做健身的 我將做健身的精力留在這裡 都不是那麼好 即是現在還沒有問題 可能是因為你的身體機能更好 都更年輕 我跟你差不多了 是啊 我也挺有 哈哈哈哈哈哈 意思啊 那有一張證明呢 還能不能出現 可以 不過你也要給一點時間 不如我們先做針灸吧 好嗎 幫你針灸一些壯陽的穴位 疏通一下經絡 但我想你可不可以 對鏡頭呈徵一下 即是壯陽這個 就是我本身其實都很強壯 這樣就壯了 不是不舉或是早洩那些 是 這位男士是沒有不舉早洩的情況 只不過我們幫他做壯陽的針灸 提升一下他的性功能而已 你可不可以發著誓 我怕那些人都不相信 不如我們還是做針灸吧 不好意思啊 我對他好一點 他這麼大一個小孩沒有被針過 放心 不會針你的弟弟 你不是針弟弟嗎 跟你針個肚子 肚子下面有兩個很重要的穴位 一個就是關元 另一個是氣海 這是我們的元氣 儲存的地方 那我們來吧 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好像強了 這麼快已經強了 我不敢睡覺了 我怕神闊了 那下完不得了 一般留針要留多久 一般我們下完針後 就會留針大概20分鐘左右 你留這20分鐘 可以加到我平時性行為多少分鐘 這個很難說 不要太厲害 因為我最近都很忙 你加3分鐘給我就可以了 我想齊頭半個小時 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你會不會忙得太忙 幫你加快一點 不怕的 30分鐘 你幫我加3分鐘 因為我現在27 其實可以減一點 應該7分鐘也夠 7分鐘 現在下完針 都是完全不同 由針開都知道 針夠本身也不同 我覺得如果真的 可以撞羊的話 都很重要 你看到街坊 有些真的可以筆拒 揚慰 甚至要分手 而我呢 就準備結婚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的能力是去到哪裡 這些 都不需要說 所以我不希望 這影片出了之後 大家到底什麼誤會 其實我神虛 肯我工作很認真 跟我打出去完全沒有關係 我看你的身體狀況都不錯 再加多一個耳穴 幫你增強一下 好嗎 如虎添翼是不是 是 沒錯 刺激這些穴位 對我們身體的狀腑經絡 都有一個調整疏通的作用 這麼多穴位都會撞羊 一整個刀一下 可能都會撞羊 都可以的 都可以 這個耳穴貼上面 它這個金屬珠 表面倒了一層金 金對我們人體 有一個調補的作用 如果我這條釘的耳穴 帶個金耳穴 就能對穿牆 應該都會有一個作用 真的嗎 你可以試試試 試完告訴我 那你幫我抹下哪個位置 我遲些要釘 你就跟我現在貼的位置 去釘就可以了 哦 那些人整排耳穴 就應該很厲害了 你平時會不會自己貼一下 當然不適 意思都要調補一下 你買6支針 還是我可以帶走 20分鐘之後 你當我買了也好 什麼也好 我就插走 謝謝 我幫你插我 什麼 我的天啊 我感覺到我變得更厲害了 我感覺到我變得更厲害了 我也想到你變得更厲害了 WOW 到了 幫你起針 我覺得我變得更厲害了 能力更厲害了 但是時間短了 你狀揚是 只是強勁 就不花時間長了 你覺得我這個情況 我需要再針 還是其實也夠做 回去試試試吧 我留意一下 謝謝你 不用客氣 於是我就搞定了 我想問一下 如果他們有這些煩惱 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各位觀眾 如果想留意更多 男士健康養生的資訊 可以看回我們熊貓醫師的頻道 還有你不要太過敏感 就不一定是 喂 要去到楊偉 早舌不舉才來看 就算你很厲害 其實你也是可以來看 就像我這麼厲害 但是原來這個世界 一山環有一山高 你是可以再厲害一點 突破人類的極限 就這麼簡單 就像我一樣 我得你都可以 再見 拜拜 謝謝你 不好意思 拜拜 我還發現這裡 有很多信 應該是一些 可能看完之後 就來 即是說回來 我就說一點內容 我們不開名了 這個挺棒的 多謝醫師 令我朝氣勃勃 重振洪風 少年剛流 不像誰 原來也有很多 還有這個 很感謝醫師幫我們兩夫妻治療 很多年幸防問題 嘩 有個簡直是 終於生到寶寶 厲害